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这个观金四铁书 上次介绍到观音菩萨观 观音观 但是还没介绍完 所以我们把这个经文再念一遍 八十八页 课本的八十八页 最后两行 佛高安然 机尾提西 见无量受佛 了了分明语 次亦因观 观世音菩萨 此菩萨身长八十万亿那由他有寻 身子金色 顶有肉计 相有圆光 面各百千有寻 其圆光中有五百画佛如释迦摩尼 一画佛有五百画菩萨 无量诸天 以为适者 举身光中五道众生 一切色相皆于中线 顶上平能前摩尼宝 以为天罐 其天罐中有一立画佛 高二十五有寻 观世音菩萨面如炎福坛金色 眉间好像被七宝色流出八万四千种光明 一一光明有无量无数百千画佛 一一画佛无数画菩萨以为适者 变现自在满十方世界 必如红莲花色 有八十亿微妙光明以为阴落 其阴落中普现一切珠庄严世 首长座五百亿杂莲花色 首十指端 一一指端有八万四千画 犹如印文 一一画有八万四千色 一一色有八万四千光 其光柔软 普照一切 以此保守接引众生 举足时 足下有千幅轮向 自然化成五百亿光明台 下足时 有金刚摩尼花不善一切 莫不弥满 其余身相众好聚足 如佛无益 为顶上肉计及无见顶相不及世尊 视为观 观世音菩萨真实设身相 明帝时观 佛高而难 若欲观 观世音菩萨者 当作士观 做士观者 不欲诸或禁除业障 除无数节生死之罪 如此菩萨荡闻其名或无量福 何况帝观 若欲观 观世音菩萨者 先观顶上肉计 次观天观 其欲众相亦次第观之 习令明了 如观掌忠 作士观者 明为正观 若他观者 明为邪观 那么这个是观音菩萨观 观音观 总共分十五段 这个上礼拜交代过了 那么上次呢 讲到了这个第八段 也就是呢 九十一页这边 九十一页的第二行这边 足有得用之相 那么先交代一下 介绍观世音菩萨的 其实在显教密教各个经论里面的很多地方都有 那么之前呢 早期大概在七八十年 民国七八十年那时候呢 这个牢上 金工牢上呢 有提倡呢 所谓的观音三经 就把我们显教里面的经典 有关观世音菩萨比较有名的三部分呢 把它集合在一起 一个就是呢 华言经 四十华言的观世在菩萨章 一个呢 是法华经 普门品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一个呢 就是呢 嫩言经 观世音菩萨耳根源通章 那么他把这三部分呢 就放在一起 称之为观音三经 其实介绍观世音菩萨的 不只是只有这三经 譬如说我们这边 观无量寿经也是一观啊 也是一部分 那这样你如果想到 诶 来弄个观音四经 好像也可以 那不过呢 这个都是呢 只要是集结啦 做集结的动作而已 那么 这三部经呢 代表的 菩萨代表的位置不太一样 像嫩言经 耳根源通章 代表的是呢 圆教出注 别教出地 刚刚正得圆通境界 法身大事的第一个位置 圆教出注 别教出地 也就是呢 刚破一品无名 正一份法身 观世音菩萨耳根源通章 嫩言经代表的 那么如果是呢 四十华言观世在菩萨章 他所代表的呢 也是圆教 但是呢 是七回向位 十回向里面的第七回向位 那 普门品 普门品 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等觉位 等觉位 所以 这个 跟观经里面 观世音菩萨所代表的 那也是等觉位 而且呢 它也算是一身补促菩萨 也就是说呢 阿弥陀佛如果释现涅槃之后 接着就是观世音菩萨成佛 所以呢 这个是他们不同的经典 代表的不同的位置 好 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个七段呢 都介绍过 那刚说了 上礼拜讲到这个第八段 那 足有得用之相 那么经文就是在八十九页的倒数第五行这边 八十九页倒数第五行 举足时 足下有千佛轮像 自然化成五百亿光明台 下足时有金刚 魔泥花 不善一切 莫不弥满 这是从四项上面去说 观世音菩萨 举足下足就是走路 把脚抬起来 把脚放下去 那么各有它的庄严像 但是表法上面呢 那请你上礼拜的讲义 那如果你没有带来 或者是你没有 那你就看电脑这边 这个首先呢 我们上礼拜要结束呢 时间很赶 所以很快就把它念过去 所以今天要稍微复习一下 首先引用的是华音经书里面 有一段这个注解 他说呢 这些菩萨举足下足 海印发挥 诸有威仪 无非佛事 海印就是佛的海印三昧 这个海印三昧就跟华岩三昧一样 进入这个三昧之后呢 进去空骗法界 一切众生 一切万法 都可以在这个三昧中 在这样的三昧心中完全显现 一览无疑 所以称之为好像大海能够映现一切万法一样 称之为海印三昧 所以这边写说呢 这些菩萨举足下足 都是海印三昧发挥 从体所起的用 海印三昧是体 依着这个三昧所起的作用 所以才会说呢 海印发挥之后 诸有威仪 行住坐卧 通通通都是佛事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要来证明呢 观经的这一段 观音菩萨这一段呢 那也是 菩萨的举足下足也都是佛事 那么这个 这个黄云经书的另外一段 关入法戒品的注解这边也是这样写 举足下足无非道场 随心转故 所以那一心呢 就是正如本心 也转呢 就是起作用嘛 所以也是跟前面的海印发挥是同样的意思 从体所起的用 通通呢 都是道场佛事 那另外一段书抄呢 也是这么写的 菩萨若印 诸波罗蜜教化众生 诸有所作 举足下足 当之皆从道场来 所以呢 也一样 都是从道场来 然后呢 注于佛法 从道场有来有去 那代表呢 就是有行动的意思 所以有举足下足的意思 然后呢 下足就是脚停住了 所以呢 停住的意思就是呢 安住佛法 注持正法 有这个意思在 因此呢 我就把它呢 稍微做一个整理 这个经文里面的观世音菩萨举足 有这个千佛轮向 那就转法轮不是吗 从体起用 转法轮 然后呢 一转法轮之后呢 自然化成五百亿光明台 那个就是呢 他的教学成绩 说法度众生之后 就有这些教学成绩 所以呢 智慧化成光明台 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高大 所以叫做五百亿光明台 数量也很多 这样子的教学成绩也很可观 那下足 然后呢 就有金刚摩尼花 那摩尼就是如意珠 那金刚就是代表摩尼那种坚固的 不坏的智慧 所以当菩萨安住在道场的时候 就能够成就众生的这种金刚摩尼智 就好像从如意珠 模拟珠里面呢 可以随心应量 开显 开敷 各种微妙圆满的功德相 那最后两句 不善一切 莫不弥满 不管是举足的转法轮度众生 或者是下足安住在道场 帮助众生成就 这两方面呢 的功德 庄严相 通通呢 布善弥满 遍布十方 无不成就 这就是这两句经文表法的意思 所以观音菩萨所到之处 所安住之处 都有相当的教学的成绩 帮助众生成就 这个就是第八段的意思 所以这样叫做 足有得用之相 只要有所行动 无非道场 无非佛事 好 这是第八段 那么第九段呢 你看九十一页的第二行 最后一句话 他说呢 第九段 子同于佛 其余生相 都跟佛一样 也就是八十九页倒数 第四行那三句经文 其余生相 众好具足 如佛无异 其实应该连接下面 为顶上肉记 其无见顶相 不及世尊 只有这两相 不及世尊 阿弥陀佛 其他呢 通通都跟佛 没有两样 相好具足 身相众好具足 如佛无异 只有这两个 无见顶相 跟顶上肉记 稍微比佛差一点 所以九十一页 九十一页的第三行 善导大师说呢 这第十段 这两相不足呢 不及世尊 将证明师徒为别 一个老师 一个学生嘛 所以呢 阿弥陀佛是老师 他是功德圆满了 观世音菩萨 视线的是菩萨 还是学生的位置 所以果愿未圆 至此二相有亏 表居不足之地 你说那个观世音菩萨 不是有说他已经圆满成佛的吗 现在做菩萨只是视线的 是的 既然视线的 就要视线的彻底一点 就好像你上台表演 你做得像一点 你不能够 还是 这个 这个跟川普一样 上台可能就是一个大总统的样子 台下是一个大商人 可能还是样子会不一样 好 那么这个 请看这个讲义 上礼拜的讲义 二相有亏 这两相 无见顶像 肉计像 所以戒度法师的正观计 他说肉计是像 无见顶像是好 一个像好 所以三十二相里面是肉计像 无见顶像是八十种好其中的 他先把这个像跟好先提出来 然后二相有亏 以列为亏 不是说完全没有 所以他说 善导大师这边写的 二相有亏 并不是说观世音不上 没有 只是没有像佛那么圆满 所以经文写的只是不吉而已 他就假设一个问答 那难道这个 只有这两相不足吗 既然要表演是不足佛 不吉佛 余像应该也会不足 列于佛像才对啊 也应该比佛差 为什么只有这两相呢 答此二圣像 师徒遥别 故别标也 就是说这两个差特别多 圆满的佛陀 他视线的肉计跟无见顶像 远远超过菩萨的肉计像 所以才会说呢 这特别标是这两相的不同 其他也是有不同 但是没有这么明显的不同 他的意思是这样 那这个我们就看到这句话 就觉得对 这样子才合理 那么景星云观音未居补处 景星云也是一个法师的名字 他说观音菩萨是一生补处 所以略标二相以别因果 就是像圣导大师这边写的 阿弥陀佛已经圆满成佛果了 观音菩萨视线还在修菩萨的因 所以呢 这个有因有果 因为果为的不同 明媚虽易可类佛 也就是说呢 还是可以相像 只是呢 没有那么的明显 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才会写无意也 好 好 那么这个是把这两段 两句 两项呢 两项特别标示一下 然后最后再来 九十一页的第五行 第十一段 四维下 总结 那么这个呢 是八十九页倒数第三行 到这里 佛呢先总结一下 以上说的就是如何去修观世音菩萨 观察观世音菩萨的这种观法 那么比较要特别重视的就是 观观世音菩萨真实色身像 这句经文 所以呢 圣导大师的注解很简单 解释写说 这就是总结 但是呢 要特别前后对比一下 前面观世音阿弥陀佛 无量受佛的时候 我们上次有特别强调过了 你去看这个八十六页倒数第四行 这边八十六页倒数第四行 在无量受佛观的结语当中也是说 骗观一切色身像 其实是骗观佛的一切色身像 然后观世音菩萨这边呢 是观菩萨的真实色身像 大四字菩萨观呢 就是在九十二页 九十二页的二四六第七行 九十二页的第七行 这边用的是观大四字色身像 所以这三观西方三圣佛菩萨的观 通通结语的时候都是观的是色身像 只是用字呢 有神简一点的有详细一点的 然后有直接了当就告诉你 这个色身像是真实色身像 无量受佛阿弥陀佛那边呢 是一切色身像 所以观世音菩萨强调的 是真实就是真实的果报 报身 不像他能硬化到他方世界去的 只是硬身化身 这是他自己的真实果报色身 所以用个真实 那么真实因感到真实果 他必须是修的是真实因 才会感到这个真实的果报色身 那什么是真实因呢 就是要跟真如本性 诸法实相中到第一地相应的因 你的用心 你的菩萨行 要能够跟中到第一地 诸法实相 真实相相应的 那才是真实因 那什么位次以上的菩萨 那才是真正开始会修真实因呢 就是刚刚说的 原教出著 别教出地 破一品无名 正一分法身 那个法身就是中到第一地 也就是说 这时候你真的了解 什么叫做诸法真实实相 什么叫中到第一地 什么叫做真如本性 什么叫做如来杖 你真的正到了 那时候所修的因 才叫做真实因 从那个地方才开始呢 修真实的这种菩萨道 然后呢 最后感到真实的果报 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一边 用的就是真实两个字 那无量寿佛阿弥陀佛那边呢 用的是一切色身 当然就是真实了 那既然前面讲真实也讲一切 所以到纳士字这边呢 就不用再写这边了 只要写色身像就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边的用词的意思 那那么这个配合天台中 智者大师的观金书 智礼大师的妙中操 他用的是真法身 我们刚刚讲的是报身 但是呢 在观金书智者大师这边 用的是真法身 所以呢 就把妙中操的这一段呢 引用出来给各位参考 他说呢 行者就是我们修观行的人 修观想念佛的人 关于观即豪面深色光明 一一需用心做心事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那两句 你用心的时候 你怎么修观 要合乎那个道理 要合乎那个原理 要合乎那个原理 而为能观 说在向前 这是第八观 相观 但是呢 用在此处 真正开始呢 观西方三圣 就完全要合乎这个道理 心做心事 既然做佛是佛 心做佛 心是佛 岂不能够做观音是观音也 所以 做心做计 做观 是计是观 皆可为例 以此类推 所以整个十六观 通通都是妙观 用妙观才能够开显 这种殊胜的真实相好 所以以此妙观是见佛的根本 窘出于音 完全不是其他的音 所能够比得上的 这样叫做窘出 这个音 这个音 修这个音 是最特别的 所以这笔图是树正法人 所以为什么你能够这样修 在说佛世界这样修 一往生到极乐世界 很快就是见佛文法 就误得无生法人 原因就是 你已经有这个善音 有这个善根的音 这是天台中一直强调 在整部观音 观经书里面 是这样告诉你 所以我们介绍 这个观经的注解 是从圣导大师的诗帖书开始 是比较合乎我们凡复的状态 比较容易契入 但是你真的要深入 这个观经的话 那就建议各位以后 要自己好好地想办法研究 这个智者大师的书 智礼大师的庙中抄 观经书庙中抄 这是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好 回到这个 这个九十一页 九十一页 第五行 以上那个是第十一段的总结 第十二段呢 他说呢 从佛高安南下到当作是观以来 证明从结前吻生起后裔 结前身后 所以这个是第十二观 第十二观是哪里呢 就是八十九页的最后三行 最后三个字 佛高安南若一观观 世音菩萨者当作是观 所以这个经文 为什么圣导大师要另外做一段 他很简单的注解说呢 从结前吻生起后裔 生起后裔 那后裔是什么呢 后面的利益是什么呢 前面的总结就是说 如果你要观世音 就要从前面 从这个生长八十万亿 那由他由寻开始观 一直观到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无间顶像呢 肉迹像这边 哦 那个就是总结前文 那后裔呢 没写 哦 还没写到 所以呢 他下面才会说 后裔是什么 也就是第十三段 第十三段 那那么不遇诸祸 或尽除业障 除无数节生死之罪 或无量乎 哦 这个 他有一个转折 所以你能够这样修 哦 你就可以得到后面的 他说这一段 第十 第十二段 正是一个转折语 你真的要观 观修观世音菩萨的观想 你要照前面这样修观 你能够照着前面这样修 就有下面的功德利益 哦 所以这是第十二段 另外起一段的原因 然后第十三段 赞讨大师就说了 这一段就是呢 劝观利益 哦 你能够这样观 你就有这样子的意义 也就是呢 不遇诸祸 净除业障等等的 这是第十三 哦 那么第十四呢 哦 他他并没有 在那里并没有把那个利益呢 写清楚 哦 但是呢 十四呢 你看哦 他说呢 从若有欲观观世音者 到观掌中 这一段以来 证明 重选观疑 劝悟轻心 使瞻两亿 这边才把那个利益呢 写出来这样 两亿 哦 但是呢 注解里面也没特别强调 两亿是什么 前面讲生其后裔 这边是讲两亿 这边是讲两亿 但都没强调是什么 哦 所以为什么讲义里面呢 就要把这两句呢 结合在一起 在其他的注解就有特别把它点出来 配合经文点出来 哦 那么 那么请看讲义哦 那这边呢 先引用林芝原造律师的译书 他说呢 不遇诸祸 跟这个文明祸乎 一个呢 是除陷难 一个破坊网页 它的分类 对不起 从这样看来 它的分类没有很清楚 传统记呢 写的比较清楚 两亿就是灭罪跟生善 然后呢 配合原造法师呢 他说 它的灭罪分成两种 一个是灭现在的灾难 一个是灭过去的业障 他把灭罪再分这两个 所以原造律师呢 并没有像圣导大师这样 特别写的两种利益 他只是说分成三个 一个除陷难 不遇诸祸 一个呢 除无数节罪是过去的业 然后最后第三个 文明或无量乎 这是原造律师的解释 那传统记就配合 散导大师的注解 两亿一个是灭罪 一个是生善 所以不遇诸或 禁除业障 这两句呢 都叫做灭罪 或无量乎是生善 或者是呢 把两亿当成是 现在跟当就是将来 现在能够灭罪障 除罪 将来可以获福 所以不遇诸或禁除业障 是现在的利益 除无数罪或无量乎 是将来的利益 或者是无量乎 也可以互通现在跟将来的 所以这边呢 就是呢 他只是在做经文的注解 那我们如果不去强调那个注解 你注意看那个经文 释迦牟尼佛介绍完 如何修观世音菩萨观 最后的结语 告诉你说 你要好好这样修观 因为你能够做这样的观想 观世音菩萨的观想 不遇诸或禁除野障 除无数劫生死罪 你当下就可以得这样子的利益 除罪灭障 然后后面再补充说明 即使你没有这样的修观 只是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或无量乎 更何况你还真正照这个方法 很真心诚意的很仔细的去修观 那当然得的乎灭的罪就更多了 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在经文里面讲的 那你要仔细去看这个 释迦牟尼佛非常的诚恳的劝我们 要好好的去修这个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 刚刚讲的观音三经里面 就有类似的经文 像我们常常读普门禀 很经文就很明显的 可以知道呢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 一心称明 观世音菩萨及时观其音声 皆得泄脱 一开始就很明显的告诉你 众生如果受到苦难 一心称明 菩萨就能够加持你 让你免难 然后后面就列举这些 能免的难 火灾 水灾 罗叉 罗 鬼 枷锁 怨贼 通常呢这些七个的用词呢 不同的注解不同的用词 但是原则上就是这七个 这样叫做免七难 离三难 再来离三读 若多称欲 若多贪欲 若多称慧 若多贪欲 若多愚痴 念观世音菩萨也能够离贪离称离痴 所以是离三读 然后应二求就是求男求女 所以普满品呢就是 总结这十二个 免七难 离三读 应二求 所以很早很早以前呢 这个应该是 是东南亚那边传出来的一种讲法 说观世音菩萨有十二大院 我很讶异 什么时候观世音菩萨跟 跟药师如来一样有十二大院 怎么早找不到经文 证明观世音菩萨有十二大院 后来突然临机一动 会不会是这十二个 七加三加二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呢 因为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印证 所以我在猜 可能他们讲说观世音菩萨有十二大院 应该是把这十二个配合起来 应说这十二大院 其实没有观世音菩萨没有发这样子的 什么十二大院 那么如果呢 配合楞元经的耳根元通章来说 跟普门品的讲法 其类似的内容 只是呢经文不太一样 他呢首先呢去告诉我们 观世音菩萨是修耳根元通法门 他终于能够解六节正三空正德元教出处 所以正德元通境界之后就可以有三十二印生 十四无畏 事不失意无作妙等 那三十二印生在普门品里面 因以凡王生得度者极限凡王生而为说法 那那个地方就类似楞元经耳根元通章的三十二印 但是呢到底是三十二还是三十三 那就是两本经算起来数目不一样 有人说三十三有人用三十二 楞元经里面是三十二 普门品应该是三十三 但是呢通常都是讲三十二印 那十四无畏就是呢那刚刚的这个这个 免期难离三毒印恶求再加上前面的称名无畏 还有一个是哪一个无畏去了 总之呢还多加一个 所以呢也没有离开普门品里面的经文 只是普门品里面没有用这样的十四无畏 没有用这样的名词 但是在耳根元通章里面呢 啊就把它总结就十四无畏 刚好可以完全配合普门品的意思 那普门品里面没有四不四亿无作妙德 嫩元经里面有多的这一段 哦 所以这个这个两部经法华经普门品跟嫩元经元通章 有互通的地方 只是呢法华经普门品没有讲观世音 是怎么修的 嫩元经里面有讲观世音菩萨是怎么修的 你说那这个观世在章呢 观世在章呢 华言经四世华言的观世在章 有特别呢去说观世音菩萨的发愿 希望能够帮助众生什么什么什么 哦 那么就类似呢 在悲华经里面的这一段 所以呢 这个后面 后面善导大师呢 有用到这个观音愿众 那我们既然讲菩萨的愿 我们就顺便先交代好了 哦 在悲华经里面的第三卷 第四品 诸菩萨本寿祭品 那时候呢 这个如来叫做宝藏如来 那时候的佛名称叫做宝藏佛 哦 那么下面有一个大地址叫做宝海凡字 一样都是宝贝的宝 大海的海 哦 然后呢 宝海凡字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 哦 那么这个 他是婆罗门 他是凡字 那那么他劝了一个这个国王 应该是吴征念王 哦 一个国王他底下有一千个王子 真的是指示很多 哦 号称有一千个王子 哦 所以呢在宝海凡字的劝导之下 寻寻善诱之下 在一千零一个人一个国王一千个王子 通通都发菩提心 都发愿将来要成佛 那么那个国王后来就是无量受佛 阿弥陀佛 那么第一大太子就叫做不寻太子 就是后来的观世音菩萨 第二太子叫做尼摩 好像那个卡通片那支语 那是尼摩太子 尼摩太子后就是第二大王子 就是后来的大四智菩萨 那第三大太子就是后来的文书司吏 第四大太子就是后来的普贤菩萨 所有的菩萨都是做一家人 所以在变华经里面呢 就是不寻太子呢 接受了这个宝海凡字的这个教化之后呢 就在保障如来的面前发愿 将来要怎么样子呢 行菩萨道 所以呢 这个底下就是不寻太子他发了愿 今我以大音声告诸众生 很大声的跟大家讲 也就是呢 公开宣布的意思 大家都听到了 我以后不能还回的 我发出这样的誓愿 我所有的善根 一切善根 尽回向阿诺多了三百三不提 愿我行菩萨道时 若有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 造成呢 会退失正法 堕大暗处 忧愁孤独 无有救护 无依无色 有这样的现象 若能念我称我名字 若其为我天而所闻天眼所见 这样的苦难的众生 若不得免是苦恼者 我终不成阿诺多了三不提 重点就是这个 前后呢 还有很多就没有摘入了 最重要是这一点 这些受苦难的众生 如果能够念他的名号 称他的名字 被他的天而所闻天眼所见 这些众生如果不能够 因为这样来免苦恼 他就不成佛 现在观世音菩萨已经可以成佛 只是呢 还在做一生补处菩萨 还等着机缘而已 所以他的愿一定通通都可以成就 所以他当初发这样的愿的时候 宝藏如来就给他一个名号 菩萨的名号 他说呢 你能够观察天人跟三个道一切众生生大悲心 希望帮助众生断众生的苦恼 想要帮助众生断众生的烦恼 离令众生住安乐故 三男子今当自如 我给你一个名号 你就叫做观世音 这个就是保障如来 给这个不寻太子受祭 为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由来 这是在悲华经 所以这个悲华经里面很明显的呢 告诉我们 观世音菩萨的本愿就是这段话 他一定不会违背他的本愿 否则他不可能成就今天的 这种一生补处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相信他发的愿 你相信释迦牟尼佛所介绍的悲华经 你就应该要相信 你现在有任何的苦恼 就像普门品这边讲的一样 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即使观其阴森 通通得解脱 所以我们中国佛教 可以说很多人都跟观世音菩萨有缘 我们基金会能够成立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关系 我们创办人简丰文居士 就是当初就是因为受到观世音菩萨感召 然后刚好碰到我们老和尚 那就很有缘 所以我们刚开始三楼 那个叫做华藏讲堂 那时候是刚开始 那么主要的中间的那个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 到现在来 这个我们碰到有重大的事情 不敢自己决定的时候 我们简举师都还会去请教观世音菩萨 你说用什么 用三十二课 那个观音灵感课 那么我们也曾经应用过那个 那么你们可以参考 包括老和尚也常常用这个 请教观世音菩萨 这个可能他没有对外说 我偷偷透露给各位知道 那么回来九十一页 这个第十四段 史詹两意 我们就介绍过了 那么第十五段 他说呢 这个是证明别官邪正相 那么第十五段呢 就是九十一页的最后两行 做事官者名为正官 他官者名为邪官 所以前面的那个重显官 以第十四官 等于呢 最后佛呢 用很简单的字呢 强调一下 你要怎么样修 观音菩萨观想 一样 从顶上肉计 然后呢 到天观 然后赤地这样观下来 所以这个是完全照着前面的经文的顺序 赤地这样观下来 所以他最后是用这样的两句话 做结语 其余众向赤地观之 这样才叫做正观 好 那么最后呢 圣导大师就是那个结语 回到九十一页 观音愿众 就是刚刚这句话的讲过了 然后引现十方 保守庭徽 随机引接 为什么是庭徽呢 那个庭呢 就把它解释成庭流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保守就是前面观世音菩萨的手 不是有这一个五百亿 杂莲花色 十指端都有八万四千画 然后八万四千色 有八万四千光 这些色光都柔软普照一切 以此保守接引众生 所以前面的经文就是说 观世音菩萨 用这样的保守来接引众生 那你要接引众生 总要这样子停住 然后把它接上来 有点我们在玩棒球 要接球 停住这样接到了 所以呢 有这个意思 有停灰的意思 就是为了要接引众生 要留住众生 把它接引到极乐世界去 就是呢 九十一页的第一行 这个 以此保光之手 接引有缘 那么我们上次解释过 接引有缘呢 就是你真的一心称明 有信有怨 就是有缘 然后呢 接引到哪里去 一者接引到佛道里面来 二者接引往生极乐世界 以上 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观想 好 接着进入呢 大四至菩萨观 我们把经文念一下 次观大四至菩萨 此菩萨声量大小 亦如观世音 原观面各百二十五有寻 造二百五十有寻 举身光明 造十方果 作指金色 有缘众生皆惜得见 但见此菩萨一毛孔光 其见十方无量 诸佛静谬光明 是故好此菩萨明 无边光 以智慧光普造一切 另离山途得无上力 是故好此菩萨明大是智 此菩萨天灌有五百宝花 一宝花有五百宝台 一台中十方诸佛静妙国土广常之相 皆于中线 顶上肉继如波铜魔花 于肉继上有一宝瓶 胜出光明 普现佛事 其余身相如观世音等无有益 此菩萨行使十方世界一切震动 当地洞处有五百亿宝花 一亿宝花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 此菩萨坐时 七宝国土一时动摇 从下方经光佛叉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叉 于其中间无量陈树 分身无量受佛 分身观世音大师智 皆悉云集极乐国土 测赛空中 这个是念测 没有卷舌的痴 测赛空中 坐莲花座 言说妙法度苦众生 坐时观者名为观见大师智菩萨 视为观大师智摄身相 观此菩萨则明第十一观 除无数节阿生其生死之罪 坐时观者不处胞胎 也就是说这个但字要改为坐 坐时观者不处胞胎 常有诸佛尽妙国土 此观成宜名为巨竹观 观世音大师智 这里面光是看经文 你就觉得有些地方很特别 你看一开始介绍这个大师智菩萨 首先说因为从他的毛孔光 见到菩萨的一毛孔光 就见到十方诸佛的光明 所以这个菩萨叫做无边光 另外隔壁一行才介绍说 他为什么叫大四智 他的这种智慧光普照一切 能够让三菩 就是三恶道的众生 当菩萨的光照到 这个三恶道众生身上的时候 能够帮助众生得无上力 所以叫做大四智 所以他的智慧光明 你看力量多大 这是第一个很特点 第二个就是 他的天罐当中有宝花、宝台 然后每一个宝花台里面 可以看到十方诸佛静妙国土 通通都在这样的一个天罐的宝花台里面出现 这也很特别 再来就是他的肉迹如波陀魔花 波陀魔花是红莲花 非常的鲜红 可是在肉迹上面有一个宝瓶 圣诸光明普现佛事 这也很特别 这就是专门画大四智菩萨 他的肉迹上面要画一个宝瓶 然后要放光 不但放光还会普现佛事 再来就是这个菩萨跟观世音菩萨的走路一样 但是更麻烦 你从经文看更麻烦 他走路的时候就会震动 然后坐下来的时候也动 那到底这个菩萨是走好还是不走好 他走路也震动 是坐下来也震动 所以大四智菩萨你是要走路好还是不要走路好 叫你不要走路 你坐下来我们也震动 你走路我们也震动 所以这个是从字面上 你以为这个是很想不通的地方 其实它是表法的意思 如果你了解的我们刚刚一开始 课堂开始讲这个举足下足 无非佛事 那这一段大四智菩萨的 这个行使坐使也一样 也都是表法的意思 那你就比较能够理解 好 那么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坐下来的话 除了会动之坏 还有这个分身 西方三圣的分身 通通聚集在一起 测晒空中 简单的说就是充满了虚空当中 这个也很特别 而且充满了空中的西方三圣的分身 全部集合在一起 做莲花座 在那边说法度众生 所以这个经文 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否则的话其他的身像庄严 他说都如同观世音 就是只有那个天罐 换成肉计上面的宝瓶 否则其他都一样 然后最后的结语呢 说此官成以名为巨族观 观世音大事制 奇怪明明是在修大事制 为什么结语说呢 这一关成功的叫做巨族观 观世音大事制 要把观世音写到这里来 那什么意思呢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要特别去了解的 好 那么这一关呢 大事这个 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呢 跟我们讲分成十三段 一样呢 要先交代一下这十三段 第一句就是第一段 次官大事制菩萨 这就是第一大段 然后第二大段呢 两句而已 此菩萨身量大小 亦如观世音 所以这一段呢 特别在讲的就是 大事之菩萨的身量大小 第三段呢 就是讲他的圆光 就是头后面的那个圆 头啊脖子后面那个圆光 到那个造250由旬 就是这两句 圆光面各125造250由旬 这是第三段 第四段呢 举身光明造十方国 这段稍微长了一点 到哪里呢 到四顾好此菩萨明大师制 这个呢是第四段 从举身光明造十方国 到好此菩萨明大师制 这个是第四大段 第五大段呢 就是此菩萨天贯有五百宝花 到这个九十二页的第一行 接于中线 这里是第五段 顶上肉记 这个是第六段 到这个隔壁一行 普现佛式 第六段 于座身相如观世音 等无有意 这三句第七段 此菩萨行使 这个到隔壁如极乐世界 这是讲行的时候 这是第八段 那坐下来 此菩萨坐时 那是第九段 一直到呢 这个坐莲花座 测赛空中坐莲花座 演说妙法度苦众生 到这里是第九段 坐此观者 名为观见大师制菩萨 视为观大师制色身相 这里是第十段 观此菩萨则 名第十一观 这两句 而这三句 到除无数节阿生其生十四岁 这三句是第十一观 坐是观者不处胞胎 到常有诸佛进妙国土 这是第十二段 最后那两句 此观成矣 这两句是第十三段 所以先交代一下这十三段 好 那么第一大段 就是一样咯 是举这个观想的名 总举观名 就是说这个开始要观大师制了 这是第几观 不要忘记 第十一观 第八观是相观 第九观是无量寿佛观 佛的真身观 佛身 再来是观世音第十 第十一大师制 所以呢 大师制是第十一观 然后呢 第二大段呢 是声量大小 这声量大小 这个完全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那也就是呢 六十万亿那由他由寻 也是那样子 那身体呢 也是指金色 那后面有写 身体也是指金色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 只有这两句 齿佛身量大小 一如观世音 但是呢 为了配合跟前面的观世音 做类比 所以 善导大师呢 也把它分成五小句 经文没有这么多句啊 他分成五小句 就是要等同观世音 所以观世音菩萨那边有的 他这边也都要有 所以他是这样的分法 声量等类观音 声色等类观音 就是指金色 然后呢 面相等类观音 声光相好等类观音 好相输光转变等类观音 所以通通都是配合前面的观世音菩萨 来的 否则经文没有那么多啊 所以请看今天的讲义 传统记里面呢 就告诉我们这些 这个问题了 他就假设一个问题 那是经文只有讲身量大小 如观世音啊 没有没有第二以下的等类啊 他回答 圆光以下说其不同 所以呢 经文的圆光面各百二十五有形 是跟观世音菩萨不一样的 除了这个不一样之外 其他都一样 音同观音 更何况下面的经文 还有特别写的 于诸身相如观世音啊 在第七大段里面 有这样的经文啊 所以为什么善导大师 要把他这个小句 第二大段里面的小句 要变成五小句 就是因为这样 等同观音来的 那用个等类观音 他特别加以解释 观音的深光现五道 但是呢 大四字呢 就没有完全一样 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同照法界 经文没有写现五道 但是有写造法界 所以呢 才会说呢 不是叫做等同 而叫做等类 类似 没有完全一样 但是类似 所以这个也是用词 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传统记给我们点出来 圣导大师用的是等类观音 没有说等同观音 类似而已 没有完全相同 所以这个等类呢 去查字典呢 就是有这几个解释 可以相同 但是也可以是同类 所以照传统记 刚刚的解释呢 只是说同类 类似同类 他就不客气了 就说呢 这个声量大小皆兮同等 他说呢 大师字跟观音 声量大小是同等 此令行则变异之后 用观音观去观四字声 所以你不需要再另外写 前面如何观观四音的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声像 去观观四音 这是庙中操的 那唯一不同的就是呢 经文有写出来的那些不同 那哪些不同呢 第一 接下来就讲了第三段 再回到课本92页 最后一行 圆光面各百 二数由循 所以他说呢 这个就是呢 圆光等不同观音之像 不同的地方在这边 标示出来 第一 圆光大小 你说那观世音菩萨的 圆光是多大呢 那你对照八十八页 最后一行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圆光 是面各百千由循 有时候到千 现在大师字才特别强调 只有一百二十五 然后照出来的光是两百五十 连千都没有 小了一点 我们这么说 这个在低子里面 他是老二 观世音菩萨是老大 所以总要小一点 有这么一点点差别 所以回到九十三页 第一个圆光的面小一点 光照的远近一百二十五乘以二 变成两百五十 所以这个光照远近也没有很远 再来画佛多少 画佛四者多少 你回到那个经文看九十一页 哪里有画佛多少 跟画佛四者多少 没有这两颗啊 经文没有啊 为什么圣导大师有这两颗呢 所以这个请看今天的讲义 首先先讲这个圆光不同 后面再讲画佛 画四者多少 这样两段 所以呢 我们先把经文列举出来 圆光呢 是各一百二十五 照两百五十 观世音菩萨圆光是面各百千尤玄 所以呢 在义书圆照 林芝 林芝圆照律师的义书里面 他说呢 如果一百二十五尤玄 换算成中华的里啊 乘以四十 一尤玄四十 那就是五千里 五千里换算成公里 两千五百公里 那也很很广了 但是这个是光的体 所以两百五十尤玄 是倍之再一倍 那是光的用 所以呢 圆照律师呢 他只是写一百二十五尤玄 尤玄是光体 他只有写照折倍之 但是呢 到了戒度法师的正观纪 他就有说这个照是光的用 一个光体 一个光的用 所以等于一个是长光 一个是神通光 放光 你也可以这样看 好 那么正观纪里面呢 再讲到光相中 首先是相光 经文写圆光 这边呢 就给他改一个字 叫做相光 就是头跟脖子这边 这样叫做圆光 也叫做相光 然后呢 观音是百千尤玄 所以多少不同者 为什么观音菩萨会比较殊胜呢 他说其实是菩萨化现有书 或者是呢 翻译的人 经家 就是翻译的人 一往分译 也就是说呢 节级经典的人 或者是翻译经典的人 故意把那个大字字的光呢 写小一点 或许是这个 但是另外前面那个理由就是 菩萨表现的不一样 就是如同刚刚末学提供的意见 左边在佛的左边的菩萨都是呢 是比较殊胜的位置 比如说毕罗正那佛 佛的左边文书 右边普贤 都一定是呢 佛的左边是位置比较高的 右边位置比较低的 所以才会说呢 如果是释迦牟尼佛 这左边一定是摄利佛 右边是阿南 那如果呢 两个都老老的 那左边一定是加瑟 右边是摄利佛 因为呢 加瑟毕竟位置比较高一点 这样子 所以呢 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 所以呢 左边都是比较殊胜 所以呢 他才会说化现有书 那么再来看正观纪 照是光用 刚说了前面是光体 一百二十五有型是光体 两百五十是光的用 所以被之 那生光里面呢 就有十方了 怎么说 你看 接下来那个九十一页倒数 第四行的经文 举身光明照十方国 前面那个是头上的圆光 可是如果是生光 那就照十方世界了 国就是佛国 就是世界 十方世界 所以生光的量呢 有这么大了 然后一样 颜色呢 生光的颜色 那也是紫金色 那传统记里面的解释 道案法三 用道案法是说呢 问菩萨身量与钱无异啊 一样大小啊 那为什么圆光广辖不等 为什么要特别表现这样呢 他的答案呢 比较特别一点 菩萨光明卷书不定 前面书叶 百 所以用百千尤寻 金论卷叶 所以才用一百 二十五尤寻 我在那边猜 什么叫做书叶卷叶 长光跟放光 神通光 特别放光神通光的时候 这样叫做书 就是从体起用的时候 那卷的话呢 就是色用归体的时候 从体起用叫做书 色用归体叫做卷 或许呢 你可以这样看这两个字 那这个答案呢 就不错 这样讲的话就合理 那可是呢 他有补一句最后 这两位菩萨都胜尽难测 云和度量 其实不可以用这些数量 这样去把它界定 或者是因为面对的机缘不同 由缘不同 这是另外一个理由 另外一个理由 佛光遮蔽 在佛的光明遮蔽之下 菩萨的光就大概 只能这样表现而已 不能再强调他的出身 所以这些都有道理 这些道理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这个是第三段里面的前面两个 再来化佛多少 跟化侍者多少 刚才说了这一段 你看传统记说 经文没有写 经虽不说 但是准观是音观 观音观 立此二科 是善导大师呢 依照观音观里面有的 也把它列举出来 所以呢 圆观里面也有画佛 所以呢 也有画菩萨 那就问说 金大科数不同观音 何云准上 你不是说这里开始就在讲 跟观音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吗 你为什么又要类似观音那边 再把这两段拿出来呢 问话的人是这个意思 答 凡大菩萨 圆光皆有画佛侍者 大士智何独不然呢 为什么大士智就没有呢 一定也有啊 所以准观音圆光做此事也 但不同者 不同只是在圆光的广辖不同 不观画事有无 不是圆光里面有没有画佛 有没有画菩萨 没这个差别啊 若准圆光有大有小 画佛侍者也可以有多有少的不同 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呢 经文没讲 所以到底是真的数量有不同 奇数难知 所以有时候看这些注解 就发现他们怎么想这么多 我们经文念一念就念过去 就是就这样而已啊 可能他们为了要写注解 就会想很多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 人家是真的有心要做观想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要怎么观 那我们读一读也是读一读而已 也没有真的要做观想 所以就不会在乎细节是什么 或许也是这样吧 好 再来第四段 九十三页的第二行 那举身光明下 到一直叫做大师智的名字里来 证明身光远披 照意有缘 等极他方 皆作止金之色 所以呢 他先简单的说 大师智菩萨的光呢 可以说呢是远照死方 只要有缘的都能够帮助到 等极他方 而且呢强调都是呢 紫金色光 大师菩萨放出来的光 是紫金色光 所以这一段 要讲这几个重点 所以第一个 总共八小段 八小句 你要对照的经文 第一个举身光明 所以呢 他说呢这个第一句 身光总别不同 为什么第一句是这个 举身 整个身体的光明 不是一部分 所以是整个身体放光 强调的是 总 不是强调的别 所以才会说呢 这人叫做总别不同 然后光照远近 第二句 照十方国 十方世界 大师智菩萨的光明是 照十方世界 然后第三 做紫金色 他说呢光所处处 皆做紫金之色 所以如果 有人跟你说呢 他看见大师智菩萨 你赶快问他 你看见大师智菩萨的光 是什么颜色的 他说黄金 那错 要紫金 不可以是黄金 经文明写的很清楚 做紫金色 好 这是第三段 用这样子加深各位的印象 第四 第四小句 有缘众生皆需得见 那么 你看 这边呢 山导大师就讲了 但与世智菩萨 树叶有缘者 即得 赌 触 持光 赌就是看见 触就是接触 那请问 什么是树叶有缘 树是有缘 过去是 那请问那这样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缘 即使过去没缘 即使过去没缘 你现在开始 诚心的去称念他的名号 那就有缘了 是要从这一点去想 去了解 不要说呢 我大师智好像不太认识他 我还是念观世音菩萨就好 那的确你就跟他没缘 你还特别把他排斥在外 所以你只要有心 有信 相信的信 那就有缘 所以你求观世音 以此类推 求大师智也一样的 那只是说在你的内心 素是真的 我们还是跟观世音菩萨有缘 所以念起来就感觉很清晴 那就是代表真的是素是有缘 那是呢 我曾经在基金会 曾经碰过一个两个 目前好像碰过两个 除非是西方三圣像 否则呢他说 奇怪你们大部分的寺庙道场 好像很少单独印大师智菩萨的画像 我说对 真的是 而且中国佛教 说叫人家称 叫人家称念大师之菩萨 这个名号的 好像也很少耶 即使我们 这个传说呢 印光大师是大师之菩萨再来 他也好像很少 劝人家要念大师之菩萨 不是念阿弥陀佛 也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多 的确这个比较少 但是呢 你去这个西贝塔电子佛典里面看 有专修 专修念大师之的 也是有 少就是了 真的数量比起来少很多 好所以呢 这个是讲树叶有缘 很重要的一点 你真的信他 你真的愿意称他的名号 修他的观想 就是有缘了 这是第四段 再来第五段 但见一毛孔光 即能多见诸佛 尽妙生光 此即举少 以显多益 欲使行之者 就是修这样的观想的人 这叫行之者 悉心可扬 入观以正知 这个这一段的注解 圣导大师就用很多文字 因为那个经文很特别 你看九十一页的最后三行 但见 但的话意思就是 只要你能够见到这个菩萨的一毛孔光 即见十方无量诸佛 尽妙光明 很特别 这样的类似的文字 只有在华原经里面特别明显 尤其是 普贤菩萨 只是在讲普贤菩萨的时候 他没有用到光 而是见到普贤菩萨一毛孔 你从普贤菩萨一毛孔里面 就能够见到十方诸佛 尽妙国土 也能够看到 诸佛 在普贤菩萨一毛孔里面 转法轮度众生 所以在华原里面强调的是 普贤菩萨的一毛孔 没有特别强调的是光 但是大四之菩萨用的都是光 见菩萨一毛孔光 就见到十方诸佛的光 是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所以这个的确有华原那种十玄门 从一里面见到多 从维系里面看到无量 这样子的十玄门 所以请看今天的讲义 举少显多益 传动记里面呢 他就假设一个问答 问因果未别 大四之菩萨是因啊 他是还在修菩萨啊 为什么从修因位的菩萨的毛孔光 可以见到十方诸佛果位的佛的光呢 所以他说因果未别 何故一见四至毛光 而见诸佛尽妙光明呢 因跟果不一样啊 答善导大师没有解释理由 然后呢传动记就帮我们大概这样解释 或许是大四之菩萨他特别的得恨 他特别修这样子的功德 而其光明被此得恶 所以这个是大四之菩萨特别修来的 他就举例呢类似文书为诸佛母 所以呢能够了解文书的智慧 也就能够了解诸佛的智慧 观音大卑及诸佛卑 从观音菩萨的慈悲 你就了解诸佛的大慈悲 所以呢是各师乃所主各义而已 每尊菩萨所代表的佛的功德不一样 是在这里 大四之呢代表的是这种智慧光明的那种力量 诸佛的智慧光明跟智慧的力量 然后智慧如山 不是如山会员 是智慧式的会员 观经义书里面写 有缘皆见此菩萨一毛孔光 即见诸十方一切佛光 为什么 后面再就说理由了 以此菩萨与一切佛法身体同 同一法身 主要是这个 直接了当就告诉你 理由在这里 同一个法身 故见此光即见诸一切诸佛光 戒度法师的正观纪也这么说 有缘者 这个缘就是素式的善种 谁不拒之 大家都有 但身熟义耳 刚刚末学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 大家都有这个种子 大家都跟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结过缘 只是呢 深跟熟 那我们现在开始呢 很用心的 很诚心的去 参念大师之菩萨名号 就开始跟他的缘 就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越来越熟 越来越熟 跟阿弥陀佛也一样 即使我们素式可能跟观音菩萨 比较有缘 但是呢 跟阿弥陀佛的缘也是如此 你今生一直修他的法门 你就跟他越来越熟了 好 后面呢 他说 为什么十方诸佛的光明 要特别强调的是 诸佛的尽妙光明呢 那个光明就光明 为什么要强调尽妙光明呢 这里面有含义 看到佛的光明 或累就尽 或呢就是无名烦恼 就能够断干净了 然后呢 了解信德本具 所以叫做妙 所以 形容诸佛的光明呢 是尽妙光明 从大师之菩萨的一毛孔光进去 简单的说 如果你称念大师之菩萨名号 能够念到 一心不乱 就像我们念佛法明里面讲的 你能够念到一心不乱 也就能够见到 诸佛的尽妙光明 因为就是你自己的心 真如本心的清净心 唯妙的清净心 显出来的光明 因为法身体同 原造律师 就是有这句话 羞耻观者 极有缘人 我就是从这边切入的 所以后面那个黑黑黑 比较黑的小字的 我是补充说明而已 具真性 诚心 诚心 修观 念佛者 后面多一个念佛 为什么 念阿弥陀佛 那也是跟观音菩萨有缘 因为跟他的老师 跟他的本尊有缘 当然跟他有缘了 对不对 因为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你听阿弥陀佛说法 观世音菩萨 大士菩萨都在旁边 因为那两大学士 所以这个是念佛也跟大士菩萨 是有缘的 好 这是 这个是第 这个第四段 里面的第五小段 再回到九十三页 九十三页的二四五第五行 最后两句 第六小段 明依光以利明 第七小段 明光之体用 即无肉为体 故明智慧光 又能除袭十方三恶之苦 明无上利 即为用也 第八小段 明大士智者 此即依德利明 所以你的第六段 是依光利明 第八段 叫做依德利明 第七段 是讲光的体跟用 所以两个重点 一个是依光利明 依德利明 一个是光的体用 体是无肉为体 无肉就是没有烦恼的 所以没有烦恼 代表智慧 无肉智慧 所以才会叫做智慧光 用呢 能够帮助众生三恶道 尤其是三恶道 为什么三恶道 经文写的很清楚啊 你看九十一页导数第二行 智慧光普照一切 另离三土 得无上利 三土就是三恶道 让众生能够离开三恶道的苦难 得无上利 无上利就是佛的实力 能够得到佛的实力 有的注解是这样注解 圣导大师呢 他不是这样注解 他是说呢 除十方三恶之苦 就叫做无上利了 不同的注解 但是这个就是用 体是无肉 用的话呢 就是最苦的三恶道 地狱的苦都能够除掉 这个是大师之菩萨的智慧光的用 所以从这边呢 你就可以发现 大师菩萨也是非常的了不起 那一德一光利明 这一段我们看一下讲义 袁兆律师的义书里面 他说呢 初从光利明 二从威士为明 他用的是威士 那我们圣导大师用的是德 一个是光 一个是威士德 那以光照众生 拔苦与乐 从威士得明 就是离苦 当然就得乐了 所以这一段 离苦得乐的 就叫做威士得明 能够拔苦与乐 威士得明 那无上利就是佛的实力 就是从这边来的 袁兆律师的注解 那戒度法师的正观记 得明 菩萨得明里面 因一孔光见诸佛光者 因果虽异 内正是同 補充说明前面那一句 一样内正就是法身 大师菩萨也是正德法身 所以为什么可以跟诸佛一样 第二 圆拔与 拔恶食苦 欲就是给予三德的乐 哪三德 法身德 波勒德 解脱德 所以拔苦与乐 这些度法师呢 给他写多一点 离二实苦 得三得乐 那实力呢 他就没有解释了 就是佛的实力了 所以他说两个名称的由来 前面特别强调的是智慧 智慧光 后面那个大四字 是属于悲心 你说哪有 你注意看那个经文 一个呢 浩齿菩萨明无边光 一个呢 说浩齿菩萨明大四字 智慧光 是从一毛孔光 见到十方诸佛 大四字这边呢 是智慧光普照一切 令离山土 得无上力 刚刚的这个戒度法师就说 拔苦与乐 这样叫做威势 这样叫做呢 悲心得名的 那从一毛孔光 见到十方诸佛 那是从智慧 因为有智慧正得法身 所以一个从智慧去说的 一个是从悲心作用 所以用词不一样 我们圣导大师说 一个是体无肉为体 一个是用 从体起用 其实用词不一样 意思就可以知道了 一个体是智慧 一个用拔苦与乐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了解 为什么大四字的名称有两个 所以呢 这边戒度法就说了 极字而悲 极悲而至 名随两立 体实一如啊 是一体的 那庙中操这边 一样的用词 所以只是不断的 让大家印象更深刻 因光神力至二明 但见一毛孔光 底下就正立二明 光照十方 所以立无边光 菩萨叫做无边光 这是第一个 令三屠人得佛实力 所以庙中操也解释 那个无上立 就是佛的实力 故立大师之为明 行者应知 极举生光明智慧光 以示灵极色心不恶 什么叫做灵极 最后一段的那个 比较黑的小字 灵极就是灵阶极果之位 就是等觉位 到成佛差一点点 就在成佛的隔壁 这样叫做灵极 所以大师之菩萨的智慧呢 已经接近佛了 这样叫做灵极 那佛的智慧表现是在哪里 回过去庙中操 的那个这一页的第四行 色心不恶 大师之菩萨所证得的 已经快跟佛一样 色心不恶了 如果不是这样 怎么能够呢 他也叫做色身相 也叫做法身 官大师之的色身相 就是官他的法身 真法身 那么这个 后面这一段呢 是特别呢 再把这个悲华经里面 的那个本 他的本地呢 讲一下 你看保障如来 受祭第二王子尼某 就在这里 尼某太子 就叫做德大士 这是另外一个名称 德大士 不同的经文 你会看到这个 那就是大士字 那么他自己的发愿呢 很特别的 令我国土 及菩提树 将来我成佛 我的净土里面 如观世音 所有世界 种种庄严 保菩提树 及成阿那德拉三百三菩提 我成佛时 所作佛事 世界所有种种庄严 剥涅盘后 正法注释 如是等是 稀如彼佛等无有益 彼佛就是指 观世音菩萨所拯救的佛 这个太子有一点偷懒 他发愿说 一切都跟我大哥一样 观世音菩萨如何发愿 将来成佛一样 什么样的庄严 我全部都跟他一样 讲白一点 白话一点 简短一点就这样 有一点偷懒 他就不需要再另外发愿了 所以以此类推 观世音菩萨发愿 不是说特别强调 如果众生苦难 称念他的名号 被他的天额所闻 天眼所见 都能够离苦得乐吗 大世音菩萨应该也有这样的功用 也有这样子的愿 否则他怎么样跟观世音菩萨都一样 所以不要以为只有念观世音菩萨 能够离苦得乐 念大世音菩萨也可以 所以如果有人 你周遭有道友 这个联友 内心在那边矛盾 我内心比较跟大世音菩萨有缘 但是老和尚一直叫我们 要念阿弥陀佛 偶尔也会劝我们说 在家念观世音 从来没提过要多念大世智 这样我还要不要念大世智呢 没有问题 法身体同 而且愿也跟观音菩萨同 如果你真的内心觉得 跟大世菩萨是素是有缘 那你一样也可以一心称念 拿摩大世智菩萨 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不要怀疑 是可以同样效果的 然后后面的 诗意凡天所问经 里面的用词呢 就跟我们观经这边有类似了 所以你看里面说 观世音菩萨讲 若菩萨众生见者即时必定于阿弥陀佛 三百三菩提 又称其名者得免众苦四名菩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一段要先交代一下 在前面的经文 这个有人问一个问题 说请各位菩萨发表意见 什么样子的功德 这样子的人才能够叫做菩萨 所以每一尊菩萨呢 都以他们自己专修的法门呢 跟他所发的愿 去定名定义说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叫做菩萨 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自己这样讲 如果呢 众生见到这个菩萨 就能够呢 决定成就阿弥陀佛三百三菩提 如果众生称这个菩萨的名字 能够得免众苦 这样子的人才够资格称之为菩萨 那他自己就这样修的 所以他会定义说 什么样的人叫做菩萨 众生见到他决定成佛 众生称他的名字决定得免众苦 这样子的菩萨才够资格称为菩萨 那得到世之菩萨怎么说呢 菩萨所投足处 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奇魔宫殿 这样子的人才够资格称之为菩萨 他搞的地方都要叮当 叮当 意思就是要很风陈 菩萨所搞的地方都要很风陈 要这样 这个是我们把它讲那种类似像好像在演不太细这样 实际上他的表法的意思是什么呢 要能够震动三千大千世界跟魔宫殿 就是要震动众生的无名 魔宫殿就是邪知邪见 凡是菩萨所到之处 菩萨的无名都要被翻动 翻开来 所有的邪知邪见通通不见了 因为魔都吓跑了 所以呢就这些邪知邪见通通没有了 这就是菩萨所到之处 通通通都要有这个效果 才够资格称之为菩萨 所以这两段是经文 原来的经文 各位如果去看其他的注解呢 他不会把原来经文列举出来 只会说大士智菩萨 为什么叫大士智 因为菩萨所到处就震动三千大千世界 所以他叫做大士智 其实本来的经文是这样 所以只是把原来经文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你去看别的注解 你就知道原来他根据这里 好回到九十三页 还有几分钟 我们把它稍微多讲一点 第五大段 菩萨天观 九十三页的倒数第七行这边 他说第五大段是从菩萨天观 那经文在哪里呢 就是九十一页的最后两页最后三个字 此菩萨天观 就是那个上面的帽子 有五百宝花 一一宝花 有五百宝台 一一宝台里面 可以献出十方诸佛 尽妙国土之像 其实这段的文字呢 就跟前面的一毛孔光 见到十方诸佛的静妙光明一样 前面强调的是法身体统 这边强调的是像 你看十方诸佛静妙国土广常之像 也就在菩萨的天观里面的 宝花台里面就出现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 观音菩萨那边都还没有特别强调 这样的功德 到了大师菩萨 光是到这里就两段话 都一直强调的是 从他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十方诸佛的 这些体跟像 那难道观音菩萨不行吗 当然可以 所以两位菩萨的观 的经文呢 强调的点不一样 前面你看观音菩萨强调的是 圆光里面有什么 六道众生 五道众生 所以强调的那种慈悲 但是呢 大师菩萨强调的都跟佛有关 都跟那个最究竟的佛国有关 从光里面看到诸佛的精妙光明 从宝观的宝花台里面看到 诸佛的这个净土的广常之像 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 大师至菩萨这个名号呢 就有它特殊的含义 特别强调的是跟佛一样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十五分钟后 八点十五我们再来上第二堂课 好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 那么刚刚讲的第五段 九十三页中间这个第五段 三道大师说从这一段下面是 证明天贯庄严之相与观音不同 极有其四有四小句 第一小句贯上宝花多少 就是五百宝花 再来呢明一一花上宝台多少 五百宝台 第三一一台中应现十方诸佛进土 就是九十一页最后一句话 十方诸佛进庙国土 广常之相间于中献 这是第四小句 也是三道大师说呢 四名他方土献 彼此都无真减 都在宝台里面献出十方诸佛进庙国土 广常之相 为什么要用彼此都无真减呢 请看今天的讲义 彼此 传宗记跟我们解释啊 他说彼呢 是指持土 齿呢 是引现 树无真减 为宝台中 无土不现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呢 在大师之菩萨的天灌当中的宝台 那个笔土 本土 那叫做笔 这是本土 齿的话呢 是引现 所以呢 他说呢 这个金云皆于中献皆言所表 此宝台中 射射尽十方净土 实故 本土不争 现土不检 没有真减 本土不争 现土不检 所以这样叫做 无真减 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的注解呢 其实不是看得很懂 应该说呢 花没有变大 土 十方净土 诸佛的静妙国土没有变小 这样的彼此都无增见 这样会比较好懂 不是为了这个花台里面有十方国土 所以那个花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不是这样 没有变大 十方静妙国土要入到这个宝花台里面 国土不需要变小 这个才是呢 善导大师他的意思 这个彼此都无增见 也就是传统记里面的这一段话 宝台中射尽十方净土 那么下面的问答更能够表现这个意思 他说净土弥宽 宝台最窄 宝台这么一点点啊 十方佛国土净土很宽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起一个宝台能够包容十方呢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答若曰迷世 也说我们凡夫 在事项上如果是迷惑颠倒 的确呢 是大小永格 大就是大小就是小 不可能小中限大 不可能的 所以呢大小是永远是不一样的 可是如果是悟尽 如果你悟了 相容无爱 所以就引用维摩金里面的这段话 在维摩 结长者 那个房间里面 就可以容受八万四千个高广的那种法座 那不但是房间没有变大 是整个霹雳野城也没有跟着变大 又于颜浮提聚落成 亦及四天下诸天龙神龙王鬼神宫殿 亦不破宅 他举的例子呢 没有很明显的把经文写出来 就是呢 《维摩经》里面呢 这是 这立佛跟着文殊菩萨 还有这些大弟子呢 就跟着文殊菩萨 要去呢 回摩结居是家里 拜访 然后呢 去到那边呢 这个进去之后呢 摄理佛看见 怎么空空荡荡的 连座椅都没有 我回摩结居士马上就知道 说请问大阿罗汉尊者 你是为法而来 还是为了座位而来 你是要专门来这坐 是要喝茶吗 你开工喝茶吗 我是那天要有坐 没有问题 所以你要需要座位 没问题 那么这个 维摩结居士呢 就马上派出分身 从他方佛徒 借来那种很高大的那种导座 整个房间里面 整个房间里面有八万四千个 连这一些菩萨阿罗汉都可以 都可以有的坐 但是呢 这个座椅太大 太高了 阿罗汉说 我带不去你 太高 那菩萨 那菩萨当人家神通广大 一动念之间就坐上去了 那菩萨又不行 所以呢 这些呢 这个都在维摩经里面很有趣的这些画面 但是要表示呢 在维摩经要表示了就是阿罗汉不及菩萨 只是这样而已 但是呢 维摩经里面也有 让人家呢 有这种感觉 就是呢 大小无碍 小小的维摩藏室 就是一个房间 竟然可以容了那么多的菩萨 阿罗汉 天龙八部 乃至呢 借来这么大的高广 高高的那个椅座 莲花座呢 都能容得下 所以呢 那部经就叫做呢 小不思义经 华言叫做大不思义经 维摩经就叫小不思义经 所以呢 这个就是要讲那个 无碍 相容无碍 我们凡夫呢 迷了这种事项 把这个事项当成实有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事项 看穿它的虚假 就如同金刚经里面讲的 如梦幻泡影 也就是看到它的空性 那你就不会被这个 有形有相的 给限制住了 你就能够呢 这边讲的相容无碍了 所以呢 它又引用了这个 唐色论 色大圣论 里面的 的意思 卷书 卷十方无量世界 入一极微 极微呢 就是呢 我们讲的基本例子 叫做极微 叫做极微成 那么十方世界可以入一个极微 微成 然后呢 极微不增 输一极微包括十方世界 世界不减 所以 约大小 论其增减 现在 约 净土的数量 明 增减 十方 净佛 国土 数量多 现在 一个宝花台 数量少 有这个意思在 但是也有大小的问题 那么 所以后面的小字呢 墨学就补充 这当中可以显示 华言十宣门的 广辖自在 无碍门 辖就是小啊 广就是很广大 所以广辖自在无碍门 然后呢 一多相容 不同门 一多相容 一里面含多 那为什么后面还用一个不同门呢 也就是说呢 在一个微尘里面 或者是在一个宝台里面 可以容纳十方诸佛净土 并不会因为呢 小小的东西容纳这么多 大家呢 就 好像就分不出有什么不同了 不会 还是很明显的 分别 是瘦婆世界 是要师佛如来的这个世界 都很明显的有这个不同 所以在华言里面呢 去描述 去辟语这种 一多相容 不同门呢 就用一个辟 辟语 一个透明的玻璃瓶 然后呢 里面呢 含有很多颗戒指 或者是我们讲的玻璃球好了 这样比较 大家比较好理解 比较好想象 一个透明的玻璃瓶 很大的一个一瓶 可是里面放了很多透明的一颗一颗的玻璃瓶 玻璃珠对不起 玻璃珠 所以 一个玻璃瓶 一里面还有很多颗玻璃珠 这样叫做一多相容 可是每一颗玻璃珠 你还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一颗一颗的不同 这样叫做不同门 一多相容不同门 他就是用这个辟语让你去了解 也就是说呢 在大菩萨 在佛的这一种境界里面 看起来就是一尊菩萨而已 或者是像大菩萨这边的天灌当中的一个宝台 就可以容纳十方诸佛广常之相 而且还很清楚为什么写广常之相 就是不同的庄严相都很清楚 可以分出不同来 所以除了广辖自在无碍 还可以有一多相容不同门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庄严 其实不是只有大菩萨有 就好像我们在读这个法华经 法师功德品 六根清净位 虽然还没到菩萨姆和沙 没有像这个嫩妍金的耳根 圆通章道 圆教出注这种圆通境界 即使还没到 只是呢 实性位 出注之前的实性位 圆教的实性位 就可以有类似这样子的功德像出现 在这样实性位的菩萨 清净的身根 眼耳鼻舌身意 举身根来说 他的身根里面 这个清净的身体 就可以看到六道众生的轮回因果像 也可以看到诸佛菩萨在这里面 讲经说法转法轮向 就在一个身根里面 就可以呈现这些 实性位的菩萨 就可以有这样子的功德像 那更不要说是菩萨姆和沙 更不要说是诸佛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 看起来好像是神通不可思议的现象 在大圣佛教里面来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信功德 该本有该有的现象 也就是说你有这样子的一种功德像 那只是代表你正德真如本性 你自信的功德像本来如此而已 可是如果对一般研究佛学 把它当成学问的人来研究 或者是南传原始佛教的人 就认为这个纯粹只是一种理论而已 他们认为这个只是一种 哲学上的一种很高的那种逻辑思维而已 但在我们大圣佛教来说 这个是我们真如本性里面 本来该有的智慧庄严相 所以为什么我们得念佛上面的时候 前面会写到 当你得念佛上面的时候 你见到阿弥陀佛 也就等于见到十方诸佛 为什么从大师菩萨的一毛孔光 可以见到十方诸佛的静妙光明 因为你已经见到那个法身 同体的法身 也就是等于见到 我们的真如本性的自信功德一样的 所以在大师菩萨观里面 这边就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经文处处都显现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这边稍微特别强调一下 这是第五段 然后回到课本的九十三页 最后四行 第六段 从顶上肉迹下到普现佛式以来 证明肉迹宝贫之相 也就是经文九十二页 第一行 顶上肉迹如波陀磨花 于肉迹上有一宝瓶 胜出光明普现佛式 所以经文呢 他没有再分小句 那你注意看就是 头上的肉迹像红莲花 那么的红 那么的明显 而在这个肉迹上面还有一个宝瓶 所以我们上礼拜就特别说呢 这尊画像 画得还不是很完全照 没有完全照 照这个经文来画 你看那个宝瓶 画在那个天罐这边 他并不是画在肉迹上 那你说那请问 难道大狮子菩萨没有戴帽子吗 就像观音菩萨这样戴帽子天罐吗 也是有的 是有的 不过呢 他的宝瓶呢 不是放在天罐前面 是放在肉迹上面 这样才对 不过这样画起来就会觉得 好像跟观音菩萨这样 好像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应该要放在这个肉迹上面 有一个宝瓶 就像佛的肉迹 上面有一个宝瓶 可是这样一画 就会跟观音菩萨的这个天罐这边呢 就好像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可能为了要画对称 所以两个菩萨都有天罐 然后呢 就把那个宝瓶就画在天罐这边 然后观音菩萨的画佛呢 就也放在天罐这边 那没有错 只是这边又错了 不是坐下来的佛 要战的 这上礼拜就强调过了 所以这个呢 如果从观无量寿经的这个标准来说 这两尊菩萨画的都不是很标准 都没有达到标准 然后回来 请看讲义 肉祭宝瓶这一段 第二页 肉祭宝瓶这一段 那么先引用戒度法师的正观祭里面 说明呢 所以菩萨的祭上面有宝瓶者 表示什么呢 表示菩萨内政三德 怎么说呢 宝瓶代表法身德 然后呢 宝瓶里面圣诸光明 那个光明代表菩萨的智慧光明 菩萨智慧光明 普献佛式代表呢 解脱德 所以刚好这三德呢 你可以发现就是体相用 体呢是法身德 相呢是菩萨德 献出光明 作用就是一切佛式 解脱德 可以用体相用三大 这样去看这三德 这样就很明显了 那么菩萨宝瓶 圣诸光明 普献佛式 那相对的我们凡夫呢 我们的身体呢 就像画瓶 在佛经里面呢 有这个名词 画瓶 很漂亮 可是呢 很漂亮的画瓶 里面装什么呢 装大便 所以道地经里面 我本来要用 引用一段更明显的 就是呢 那个画瓶里面是装大便 我来讲 不太 不太 不太牙关 用比较 比较文雅的文字就好了 道地经里面 他说用身体来做辟育 我们的身体呢 像破瓶 长肉 常常会生病 常常呢 会七孔呢 会流那一些排泄物 所以呢 这样叫长肉 四身为辟 如画瓶 内砸罪恶满 外面飘飘亮亮的 里面呢 都是呢 都是罪恶 充满罪恶 所以用这个来修什么呢 修不进观 所以菩萨人家是宝瓶 里面呢 圣光明 现佛事 我们凡夫的这种夜报生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缺点 但是呢 除了这个菩萨宝瓶 有这个含义 另外呢 我又查到呢 下面这一段 密教在传法灌顶的道场 宝瓶是用来圣五宝 五香 五药 五谷 跟五种香水 用来供养佛菩萨 所以宝瓶是供养的器具 那么香水呢 里面呢 会瓶颈护一个瓶带 分成青黄赤白 五种颜色 所以这个五个宝瓶 代表的是如来的五字 五字 你说哪五字 就是呢 为师的大圆镜字 平等性字 庙观察字 成所作字 还有一个法界清镜字 代表的是如来的五字 然后呢 在传法灌顶的时候呢 把这个瓶中的香水 赤地撒在这个 受戒人的顶上 表示用佛的五字 法水 去灌这个修行者 使那个受戒的人 成为佛灌顶的法王子 所以这样子的 一个五个宝瓶 也叫做德瓶 功德瓶 如意瓶 或者是满瓶 这是提供一点 佛学的资料 知识让各位了解 所以在修行上面 这个宝瓶 也有它的含义在 大师之菩萨 人家是宝瓶 相对的看我们自己 是画瓶 外面画得很漂亮 画得漂漂亮亮的 里面呢 内杂罪恶满 好 这个是肉记宝瓶的表法 再来第七段 回到课本 九十三页的最后四行 最后一句话 第七段 从余朱身相以下 此同观音 也就是呢 九十二页的第二行 经文 余朱身相 如观世音 等无有益 所以前面不一样的呢 就是呢 这个肉记有宝瓶 还有它的圆光 还有这一个天灌里面的宝花宝台 这跟观音菩萨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子同观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善导大师前面 在做注解的时候 会有这些虚的科 就是呢 经文虽然没有 你可以以此类推 观音菩萨里面有 这边也有 这是第七段 第八段 开始讲了 菩萨行使 菩萨坐使 这个 然后呢 善导大师的注解 在九十三页倒数第三行 他说呢 到如极乐世界 这一段 这是第八段 讲 走路 行 与观音不同向 分成四小句 第一 行不同向 此菩萨行使 第二 振动远近向 十方世界一切振动 所以振动远近 就是十方世界都一起动 第三 所振动处 花现多 那么 你看经文 当地洞处 有五百亿 宝花出现 这是第三句 第四 所现之花 高 而且险 多诸淫世 类似像极乐世界 这么庄严 所以呢 经文 一一宝花 庄严高险 如极乐世界 所以 善导大师 对于这一段的注解 他只是这样 把经文 简单的讲一下 可是呢 我们就内心 就会有疑惑 为什么大师之菩萨 走路的时候 十方世界会振动 而且呢 振动的地方 就会出现 五百亿宝花 每一个宝花 都庄严高险 这是我们问题所在 另外呢 这个我们看到 讲义第二页最后 这个原来这个 还有补充 没有解释到 子童观音 就是呢 前面的这个 观音菩萨讲过 他说后面的经文 观世音菩萨 极大师 于一切处身同 众生 但观 首相 知识观 知识大师 这个在九十六页 在第几观呢 在第十三观 有这么一段经文 所以 这个也是我们要 前后连贯 看地方 看到的地方 就在这里 你看 九十六页的第六行 二四六 观世音菩萨 极大师之 于一切处身同 众生 但观首相 知识观世音 知识大师之 所以这两位菩萨 最大的不同 之间辨识出来的 在这一观里面呢 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你直接看 他的头上面 是一个立化佛呢 还是一个宝瓶呢 否则两位菩萨呢 身体大小都一样 然后长得也一模一样 你怎么分辨 所以你去到极乐世界的时候 两尊菩萨 你要注意看 如果中间没有阿弥陀佛的时候 突然他出现一个大菩萨 那你就看他头上 是立化佛 还是宝瓶 你不要拜错人了 这样 所以呢 这个就是呢 子同观音 可以配合后面的经文 再来 行不同相 讲义的第三页的第二行 这边写呢 他说那个行不同相 有什么不同呢 所以我就把经文前后两边呢 做一个对比 给提供给各位看 观世音菩萨那边呢 是举足下足 五百亿光明台 金刚摩尼花 不善一切 大师字呢 是行时做时 十方震动 五百亿宝花 或者是国土动摇 佛菩萨满空中 说法度众 这个就是两尊菩萨 在经文上面描述 他的行动的时候的不同相 但是各有表法的意思 前面我们解释 观世音菩萨 他那个表法是 转法度众生 以及呢 安住下来 成就一个道场 来帮助众生 接引众生 这就是他的举足下足 那大师字菩萨这边呢 所以我们就先看到讲义 首先先引用 法华文具里面 观心事 就是对于这种举足动足啊 他呢 从法上面来说 在天台中的讲法 你修止观 就是举足动足的意思 你修止 就是呢 代表脚 停下来 修观 头三地地 那就是修观 所以修止修观 一个停下来 一个动作 所以头三地地 三地就是呢 真 俗 中 三地 那三子的话呢 就不提了 什么 这个方便随缘子 提真子 这些呢 太复杂了 总之就是一个子 一个观 所以一个停 一个动 然后一切爱见所住之处 就是众生的烦恼 爱见就是见识祸 众生的见识祸 皆惜轻动 所以你修止观就是要破 进识祸 轻动就是呢 开始摇动 开始呢 会被拔除的意思 所以文句里面 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你 修止观能够除掉这些烦恼 的意思 然后呢 然后呢 戒度法师的正观纪里面讲 形象中 若欲表法 行 代表 菩萨 能观之志 所到之处 十方世界 世界是 所观之近 所以 菩萨行时 开始修观 观哪里 观世界 而 十界众生 不离菩萨 因念的心体 没有离开 因念心 所以 菩萨行时 为什么十方世界 一切震动 而且震动处 就有饱花 所以代表 菩萨开始修观的时候 能够破获 显理 叫做一切震动 开始断烦恼 显出呢 我们的 真心本性 真如本性 这样叫做一切震动 地动处呢 就有饱花 代表什么 地动 就是菩萨 观之所造之处 所造之近 既能破获 必应起行 就能够起 这个菩萨的庄严 菩萨道 菩萨行 断烦恼 就代表 菩萨行 所在之处 所以用来 用菩萨行 来辟育 饱花 五百亿饱花 那为什么 菩萨要用那么多呢 为什么叫五百亿呢 他加上这个表演的意思呢 就是表法的意思呢 这五百就是呢 五位真音 百亿只是形容很多 那哪五位呢 后面呢 我们看 为事中修行 有五个位次 资粮位 加行位 通达位 休息位 就近位 这样叫做五位 配合位次 大家可能会比较好理解 资粮位 就是实柱 实行 实会相 实柱 实行 实会相 是资粮位 加行就是要出地 十回相之后 到出地中间 有一个四加行 一样是暖 鼎 忍 四第一 通达位 就是呢 登地了 出地 出地 通达位 休息位 就是呢 整个十地 从二地到十地 休息位 就近位呢 就十地以后 就妙诀位 佛位 佛果 所以 资粮位 是三贤位 四加行 通达位 是出地 休息位呢 就整个十地 就近位 就是佛果 你也可以这样看 所以呢 为世中修行 立这五位 那他把五百亿 就解释成 五位真因 所以 为什么这五百亿宝花 庄严高显 都如同极乐世界 因为你在这个菩萨 道修行当中 真修 福慧 庄严 因果 不恶 高显 而都如同极乐世界 是代表 所契入的 十相 离体 真如本性 十相离体 用极乐世界 来做代表 所以 大四至菩萨 行动的时候 就开始修行的时候 开始 修观治 去破烦恼 修菩萨行的时候 所以代表的是 这一段的意思 就能够显出 这种菩萨行 菩萨道的 庄严高显 都能够跟 真如离体相应 都能够跟自信 最究竟美好的境界相应 这是代表 大四至菩萨 走路的时候 要这样看 否则呢 老师要叫 大四至菩萨 不要动 不可以走路 也不可以坐下来 因为接着坐下来 又动 只能站着不动 所以呢 这个有表法的意思 我们看 后面刺动他方远近相 这个 对不起 这个是 已经是讲到九十四页去了 那么我们看 这个翻过来 九十四页 一样坐下来的时候 到度苦众生 证明坐不同观音相 前面是说 行不同观音相 现在是坐不同观音相 那么一样分成七小句 那你要对着经文 比较好看 第一 明坐相 那么 此菩萨坐实 这是第一小句 然后呢 第二 先动本国相 七宝国土 一时动摇 所以七宝国土 就是呢 极乐世界 所以他才会说呢 本国相 这大四至菩萨 一坐下来的时候 七宝国土 就是极乐世界 一时动摇 然后第三小句 刺动他方远近相 所以这里面呢 他是从下方金光佛刹 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 与其中间无量陈述 其实他说呢 这个是九十四页第二行 这是第四小句 动摇下上佛刹多少相 为什么 因为有写下方金光 上方光明 所以应该是上下 下上佛刹多少 那第三 这个 没有啊 刺动他方远近相 的确没有 所以请看讲义 为什么他才会说呢 这是虚科 都出来的 圣导大师自己 把它加上去的 为什么要加这个 因为先动本国相 刺动他方远近相 所以有一个本国 有一个他方 那传统记给他解释是 前面行时会震动十方 所以坐下来的时候 也可以震动十方 所以因此 善导大师自己给他加上 先动本国 刺动他方 那动他方呢 再说呢 从下方金光佛刹 到上方光明王佛刹 都会动 而且呢 所动的佛土呢 是无量陈述 这么多 所以台语教 就是多少项 所以这几句 从下方 金光佛刹 到这个无量陈述 都是属于第四小句 第三小句是虚科 那第五小句 分身无量寿佛 分身观世音大师志 皆兮云及 极乐国土 所以第五小段呢 就是弥陀观音等 分身云及相 然后呢 第六 明凌空测赛 皆作宝花 那个字也念测 请看参考讲义 那边就帮各位做注音了 这个字呢 注解里面的 土字边的测 也是测 然后呢 经文的那个字 也是念测 音是一样 那意思呢 两个字其实有通 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呢 就帮各位查好了 说文解释里面呢 上面那个土测呢 是歌 是测 又可以解释成 冲赛的意思 所以他 他康熙字典里面 就引用正反念经 也是有这样的测满冲片 有这个测的意思 所以有冲满冲片的意思 然后第二个经文 那个测 有好几个意思 比较跟经文有相关的 就是那个整齐帽 整齐帽 否则其他的呢 好像没有那么直接 所以经文的那个测呢 是很整齐 测在空中 不是大家乱招招的 而是呢 很整齐的 充满了整个虚空 所以先把这个字呢 先解释一下 那为什么 要分身云集 而且经文接着 是第七小句 言说妙法 度苦众生 所以善导大师解释 第七小句 分身说法 各应所宜 所以分身云集 目的就是为了要说法度众生 那难道分身到各处去 不需要云集 不能度众生吗 所以一定要了解 分身云集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代表色用归体 从体起用 色用归体 所以这样子的分身云集 最代表性的经文在哪里 法华经 法华经呢 那个第十一品 宝塔品 那个多宝佛 他过去发一个愿 将来十方世界的诸佛 要讲法华经的时候 他就呢 出现他的宝塔 那个宝塔里面 就是供供多宝佛的 来证明 这尊佛 开始在讲的就是 最高最究竟的佛法 也就是说呢 证明这尊佛 讲法华经 确实的确是法华经 所以十方诸佛 在讲法华经的时候 多宝佛塔都会涌现出来 所以法华经里面 也有一品 就是来说明这件事情 那么一涌现 一个宝塔之后呢 佛有人就问说 那请问 我可不可以 这个见到里面的多宝佛啊 就问释迦牟尼佛 什么情况之下 我能不能够 见到里面的多宝佛 那释迦牟尼佛 就跟大家解释 多宝佛呢 过去也曾经发愿 除了发愿 有讲法华经的地方 他的宝塔就会出现 想要见他的佛身的呢 一定要当场那尊佛 讲法华经的那尊佛 十方世界的分身 通通云集 集合来 我多宝佛才可以现身 既然有弟子要求 要见多宝佛的佛身 所以呢 释迦牟尼佛就把 所有十方世界的分身 全部集合到 说不世界来 然后呢 全部集合来之后 要怎么样让多宝佛出现呢 很神奇的 各位如果读过法 你就知道 没有读的 你赶快去读 就是在第十一品 释迦牟尼佛要怎么样开门 让多宝佛塔 里面的多宝佛先生 用手指头 他的钥匙就是手指头 进去 还有声音 还有影响效果 这么一开 门就开了 多宝佛就出现 所以 有这个含义的 这个如果来演那个话剧 舞台剧 一定很精彩 还要 还要分身集合 还要用手指头去开门 然后多宝佛才出现 所以呢 当初我在读这个法经 对这段就很有 很有想要知道 什么含义啊 赶快去找 找注解 原来呢 色用归体 才能够看到 那个本体 法身佛 所以多宝佛生 代表的是 诸佛的法身 那为什么要用手指头 去开呢 就代表说呢 就在自己 一念之间 如果一念之间 转过来了 开始误入佛之之间 只要误入了 就好像呢 自己用手指头去打开 那个 法身就现前了 没有离开自己 所以 这 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 那么这边呢 也是利用这个 你看我采用的是 法阿金的注解 分身云集 通论法师的 法阿金大款 多宝 献塔献身 世家变土 为什么叫变土 为了要容纳 十方世界的分身 小小的 娑婆世界 容纳不下 所以呢 世家牟尼佛 一变 二变 三变 在天台中叫做 三变 土田 你说那是什么含义 就是为世的 初能变 二能变 三能变 只是呢 转世成智 导过来是这个 我们从真如本性呢 这个从真如本性 变成阿赖耶士 再变成七转世 再变成境界 也是这样 一变二变三变 变成了这种 有为的 有漏的 那你要回去 那也是要三转 所以才会说 一变二变三变 三转土田 就是释迦牟尼佛变土 这时候才能够 十方分身的 释迦牟尼佛 全部寄举在一处 那么要献舌相 放豪光 等等 这些表演呢 都是为了要什么 福之之鉴 世人 开示福之之鉴 所以包括多宝佛 献身献塔 也都是为了要 开示福之之鉴 福之之鉴就是什么 我们的佛性 我们的真如本性 所以多宝佛 代表的就是我们的 法身佛 就是代表我们的 真如本性 大义法制度 法阿经大臣 也是这样写 分身云集 充满其中 以章 法界 层层叉叉 触目皆是 十相真净 十方诸佛 十方诸佛分身 全部集合来 你就可以了解 原来一切通通都是 释迦牟尼佛 十方诸佛 全部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分身 没有一佛不是 所以全部都是十相真净 法阿经大臣里面讲 分身云集 遍大千世界 荣一方分身未尽 逐渐印化之广 释迦分身 欲如一灯燃百千灯 真印无尽 而气界有雄 故虽大千 不能荣受 所以才要三遍土田 所以这边就是说 可见我们释迦牟尼佛 硬化身也是无量无边 代表我们如果真的能够 震到真如本性 我们也可以像释迦牟尼佛这样 硬化无数 但是你要见到真如本性 要见到多宝佛法身 那你要能够设用归体 要能够真正的 从事项上面的差别 看到没有差别的平等法性 什么意思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云 只是强调 都是虚幻的 但是也同时强调 都是缘起的 那差别的缘起相 有一个共通的 法性 总相 空性 既然都是缘起 所以通通都是空性 也通通都是如来藏性 所以你能不能够从这些 这些差别的这些缘起相 看到共通的空性 如果可以 那就是看到真如本性 那么特别强调的看到空性 是修空观 就像刚刚有一个师姐在 刚刚休息的时候问我 怎么样叫做一心三观 空观 就是看到空性 你要能够看到 能念佛的心 所念的佛号 要因缘具足 我们才能够念出这句佛号出来 所以能念的心 要有种种的因缘 那句佛号要呈现 要念得出来 也是要因缘具足 既然佛号的出现 是因缘具足 佛号与佛号一直相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也是因缘一直相续的具足 不过佛号是生灭生灭生灭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生灭吗 所以正因为它是缘起 生灭的相续 所以说它不是死有的 你看清楚 能念的心 所念的佛号 我们正在念佛的时候 全部都是缘起空性 不是死有的 是缘起的相续幻象 所以说这样叫做空观 在念佛的时候 修了空观 但是正因为要缘起相续的具足 所以一句佛号一句佛号的意思相续 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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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 缘起的有 相似相续的有 你看清楚 它的有是这样子的相似相续的有 这样叫做假观念佛 这一句佛号 同时又是缘起的空性 又是缘起相续的幻有 同时念佛的时候 同时看到这两个特性 既是空性又是缘起 这样叫做中观的念佛 所以在一句佛号当中 你就同时再修一心相关 只要你了解这个道理 没有很困难 困难在于 你有没有办法 在每一句佛号都做如是的了解跟观察 通常我们一般凡夫刚开始学佛 学念佛 只要求自己 不要有妄想 要专心念阿弥陀佛 不能用打瞌睡 不可以有妄想 通常都是要求自己这样 能够做到不打瞌睡 不打妄想 这功夫已经很不简单了 刚开始都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 如果你要把天台中的三观 空甲中三观 套进来 配合念佛法门来解释 来修 就是如同刚刚墨学解释的这样 你说那每一句佛号 都要这样想一遍 那不是打很多妄想吗 我有说每一句佛号 都要这样子想一遍吗 我刚没有这样说 我说当你了解 什么叫做缘起性空 连念佛 每一句每一句的佛号 都是如此的空性缘起 缘起性空 你有这样的理解 很清楚的这样的理解 你只要很清楚的念这句佛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每一句都是缘起的性空 性空的缘起 没有一句不是 那就是用三观在念佛 空甲中三观念佛 简单的解释是这样 所以这个道理的了解 没有很困难 方法的实践也没有很困难 因为没有离开 一样是念一句阿弥陀佛 只是你那个了解 以及在你内心的认知 有没有办法根深蒂固 深入到底层 所以为什么我会建议说 如果你真的要把天台的三观 用到念佛法门来 你原则上 你就是每一次要开始念佛之前 先想一下这个道理 什么叫做真谛 俗谛 中谛 真谛 就是看到诸法的空性 就是看到他的真理 真谛 诸法的空性 没有离开缘起 只要是缘起 那就是都是空性 只要是缘起 就是看到他的俗谛 是俗谛 缘起就是俗谛 真谛就是空性 真谛俗谛不恶 缘起 缘起即是信空 信空即是缘起 这样叫做看到他的宗谛 真属不恶 每一次你要念佛 如果你要用三观念佛 就是这样想一下 所以了解了 一样 还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只是你每一句 乃至每一个字 都做这样的体会 你说每一个字 每一句都要这样体会 不是脑筋里面要动很快 要动很多 那我请问你 举例来说 不管你以前打电脑要输入 或者是你现在打手机要输入 你要去输入某些字 你印象中记得的就是波波莫佛 如何把那个字的波波莫佛 给拼出来 难道你还要想一下 这个字 再叫做五 看一下五在哪里 然后再想一下 这样叫量 勒伊昂量 还要这样想一想吗 我现在有时候在 在这个结印上面 看人家那边输入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快 一看到的年岁 也没有很能清 也跟我差不多 为什么他们打字可以这么快呢 举这个例子就是要各位了解 当你很熟悉那一套运作的时候 你几乎可以不需要做思考 你就是直接做这样的动作 当你很熟悉的真俗中山地 空甲中山观 如何来运用到念佛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每一句话号 都要去想一遍 你就很自然的就是 只是念佛 但是呢 你已经在用三观念佛 只是你那个道理要很熟悉 很熟悉 你才有可能如同我 我说的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因此才会建议各位 如果刚开始你要用这样的话 你一定要先把这个道理 先想一遍 想好 想清楚了之后 接下来 没有离开试词 而做理词 你仔细去看弥陀要解 也是这样讲 一样都是在念阿弥陀佛 但是他就可以是理词 而不是纯粹的试词 所以试词跟理词的不同在哪里 试词都把那个念佛 能念的心 所念的佛 当成实有 都当成有 这样去操作 当成是事项上的有 这样去念佛 这样叫做试词 理词就知道 这样子的念佛 能念的心 所念的佛 都是心具 理具 事造 也就是心做 心事 只差别在这边而已 同样都只是念佛 所以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要强调 分身云集 因为观大师之菩萨 要表现的就是 他行使 就是开始能够观 开始修观 能够破无名 能够起菩萨行 所以如宝花 庄严高显 然后坐下来的时候 所有分身云集 也就是开始真正去体会 自己的真物本性 而且杰西云集 又还是在极了国土 为什么都一丝腔大尽 没有离开本土 没有离开真如自信 自信本性 完全没有离开自信本性 测塞空中 做莲花座 那也是充满整个虚空 也就是说你的真物本性 你所起的用 是遍满整个十方三思 然后起作用的时候 可以是眼说妙法 度苦众生 所以这个是 大师之菩萨 行使 坐使 所表演的 里面的含义 这样的话 大家就不会怪 怪大师菩萨 你最好不要动 你最好站着不要动 还不可以坐下来 你就不会怪他了 就是代表 表法的含义在里头 所以这个 这个大师 这个 善导大师的注解 也没有讲得那么的清楚 只是把他的科 给分清楚而已 但是他在九十四页 有一个问答 这个问答就很重要 你看 九十四页第四行 问曰 弥陀经里面讲 极乐世界的众生 无有众苦 不是吗 但受诸乐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顾名极乐 何故此今 分身说法 乃云度苦众生 分身云集之后 眼说妙法 度苦众生 为什么要强调 度苦众生 不是还在极乐世界吗 哪里有苦众生 可以度呢 答约 经言苦乐者 有两种 一者是三界中的苦乐 二者是净土中的苦乐 言三界苦乐者 苦呢 是三土 八苦 三恶道 八苦 生老病死苦啊 等等 那么我们常强调呢 这个苦呢 就是呢 果报现前的时候 逼着你 苦者逼迫性 逼着你不得不接受 这样的果报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苦 所以这个是三界里面的苦 乐呢 他是人天五欲乐 但是呢 他有一个后遗症 副作用 会让你放逸 或者是呢 会细腹 让你呢 会被这个乐给绑住 所以圣导大师呢 讲苦乐的时候呢 都还是提醒我们 这些五欲乐呢 是会让你生放逸 会让你被他绑住 虽言是乐 然是大苦 毕竟无有一念 真实乐也 这是三界中的苦乐 然后净土的苦乐呢 苦则地前望地上为苦 望呢 就是相对比 望呢 是做比较的意思 对比的意思 比较的意思 所以呢 对于登地菩萨而言 出地以前 叫做地前 那都是苦 地上望地前 都是乐 地上的 地上菩萨 那就是登地菩萨 都对着这个地前而言 他们都是乐 下至正望 上至正为苦 上至正望 下至正为乐 就是呢 有比较高的智慧 所证得的境界 都是比较乐 低的智慧 所证得的相对 都是比较苦 所以这种苦乐 是一种相对而来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 净土的苦乐 是相对而来的 所以他说 举一个例子 这样你就知道了 以此类推 今言度苦众生者 但为 净下位 令身上位 转下正 令得上正 趁本所求 集民为乐 这样叫做度苦众生 否则 若不然者 不是这样解释的话 净土中 一切圣人 他用的是一切圣人 皆以无漏为体 大悲为用 必尽常住 离于分段之生命 更就何以叫做苦众生呢 极乐世界 没有苦众生可言 但是呢 如果是用这种上下对比 那来讲苦 那就有了 否则的话呢 极乐世界的圣人 都是无漏为体 大悲为用 已经离分段生死 但这些苦了 哪里 三苦八苦都没有了 哪里有苦呢 好 这段的文字是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讲义 采用 四净土情谊论里面的文字 今言度苦众生者 唯度 自土 的苦众生 唯度 他土 的苦众生 像刚刚善导大师的解释 完全着重在极乐世界 自土 的苦众生 现在呢 这个四净土群一论呢 就放宽范围 来做问答 答 通度 自他 土 的苦众生 问曰 自土 既无苦众生 云何 度 自土 苦众生呢 那么他土 所有 自土就是极乐世界 自己 他土 所有 苦众生 应须亡彼度苦 何因乃 即 分身云即 到极乐世界 然后远度他方众生的苦呢 他的回答 治国的众生 虽无苦 极乐世界众生 没有苦 然有两种生死 分段生死 跟便义生死 有肉有为 辛苦之苦 如来同极 未说妙法 令术 出离 两种生死 成就 法生 顾民 度苦 极乐世界的众生 有的呢 还有便义生死 苦 所以呢 就是如同 刚刚善导大师的解释 就是这个 完全要离开两种生死 成就 法生 这样叫度苦 如果他国众生 或以 生亡 亲之就拔 所以分身佛 遍满是方 如 持土众生 净土 夜成 灵命中 化佛 来迎 晚彼 这是一类 从极乐世界 到他方世界去 这样来度 苦众生 或以 还归 远为 利益 顾及本国 摇枕 沉沦 也可以是这样 不一定要 去 那么 这里面 顺带讲一下 有人说 哎呀 这个 往生到极乐世界 去之后 你还要发愿 回到娑婆 度 有情 你不可以 就自己躲在极乐世界 成佛去 你一定要发愿 要回到娑婆 来度 有情 我说 我就回答说 那请问 只有娑婆世界的众生 才可怜 要度 要成佛 难道他方世界的众生 都不需要度吗 为什么你一定要强调 回到娑婆世界 这是第一个问题 抓你的语病 就对了 然后第二个 回不回来 你还强调 一定要回来 代表你的境界 还不够高 你还有来来去去的像 我们在极乐世界 修到原教出住 别教出地 可以 不动到场 骗智十方 从本身 法身来说 不动 骗智十方 不只是娑婆 十方世界 我都会去 但是有没有动 从本身 法身来说 没动 从化身来说 我可以骗智十方 请问 难道我不可以 用这一招 来度众生吗 一定要像你这样 还要辛辛苦苦的 回到娑婆世界吗 所以 这样子去回答 他只是说 他们一直要强调 行菩萨道 不能忘掉 娑婆世界 不能够 离开娑婆世界 完全是本位主义 我可以这样批评他吗 所以为什么 一定要这样强调呢 要放宽心胸 真的到极乐世界去 度众生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世界的众生 不度的 怎么会漏掉 娑婆世界呢 可想而知 自己有缘的亲人 要度 自己不认识的 凡福众生 也都要度 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后面 或眼度苦众生 化佛 极致 土中 化诸菩萨 也就是说 化佛 自己呢 集中在 这个自己的本土 然后呢 去教化菩萨 让菩萨 心大悲心 舍自吐乐 浅身 他方 行大悲心 教化 十方 有缘众生 所以才会经文写 极极乐国 度苦众生 是 集中大家呢 做一个加强的教育 然后呢 这些菩萨教好了 就派这些菩萨出去就好了 这样 他的意思是这样 八地菩萨 犹多 正极 真如理 不肯出定 教化众生 所以诸佛 摩顶 劝令 出定 八地呢 就会有这个问题 叫他出定 去教化众生 就是类似像这样 所以 《维摩经》也这样写 持土菩萨 于诸众生 大悲坚固 又说呢 世人哪能舍 清净土 而来 乐此 多怨害处 才发愿到我们 说佛世界来 那不要忘记 大悲坚固 自舍清净土 代表自己的境界 有相当的高 所以发愿来 我们说佛世界的这一种 多怨害处 着恶处 他的的确确就能够 真正帮助到众生 如果我们自己程度不够 只有那个大悲心 然后急着赶快 要回来说佛世界 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真正帮助到众生 就很难说 但是起码你有先到极乐世界去 有阿弥陀佛的愿力 设受加持之下 即使没有什么成绩 也不会往下堕落 也好 所以无论如何 一定要先去极乐世界 让阿弥陀佛的愿力 加持一下 如果你悲心真的很重 真的看到 苏佛世界 有缘的这些亲友 还在受苦 你真的要回来 急着赶快回来 起码不会堕落 能够稍微待久一点 把自己的功夫修好一点 回来才真正帮得到他 否则你也只多跑一趟而已 好 回来 净土中一切圣人 刚刚那句话 那么传动记呢 就说问金明彼土 凡胜无苦啊 云河呢 圣导当时要特别写的是一切圣人 回答说呢 是从比较殊胜的角度来说 另外呢 还有一个角度呢 只要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凡夫 都可以很快赠得圣位 这样去说极乐世界里面的一切圣人 因中说果 同叫做圣人 因为很快可以赠着圣位 可以这样解释 好 以上这个是第九段 回到课本九十四页 最后四行 第十段 从做此观者下 至十一观以来 证明变观协证总结分歧 这个第十段 请参考九十二页的经文 做此观者 名为观见大士智菩萨 视为观大士智摄身像 这边的重点摄身像 刚刚解释过了 所以这几句是第十段 总结分歧 现在比较麻烦的是 第十一段 你看经文是写 观此菩萨者明第十一观 除无数捷 除无数捷阿生其生死之罪 我们的经文是这样 但是你注意看圣导大士九十四页 他的分段 九十四页倒数第四行 他的第十段到哪里 到十一观 明第十一观 也就是说观大士智摄身像 明第十一观 这是他的第十一观 观此菩萨者 然后呢 修观利益除罪多结 什么意思 可能有些人还没听懂 也就是告诉各位 九十二页的经文 有的版本 他的顺序是这样 四为观大士智摄身像 明第十一观 观此菩萨者 除无数捷阿生其生死之罪 这两句是颠倒的 善导大师就是采用颠倒的 所以有两种版本 那么我们后来是根据大政杖呢 就把它做成像九十二页的经文 那就跟善导大师的科判呢 就有一点出入 是这样子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在强调的 经文的内容是强调 做这样的观想 可以除无数捷阿生其生死之罪 跟观音菩萨观一样 然后再来第十二段 你看 九十四页倒数第三行 他说十二 从坐此观者下 是坐 坐此观者下 所以才会刚刚告诉各位 把那个弹字改成坐 坐此观者不处胞胎 这三句 这三句就是呢 总结前文 从生后益 为什么是后益呢 就不处胞胎 你这样修 这一生这样修 从这一生之后 你就不会再是胎生 不会在三纪六道里面 轮回的意思 常有诸佛今妙过渡 所以请看 请看这个讲义 第四页 你看 这个十一那个 就是我把 我把这个正确的经文 另外的写法 有一个呢 是想 是为观大势至设身相 把那个相也改成相 所以呢 这有一点不同在这里 我把这两个 就列举在这边 再来 从生后益这一段 不处胞胎这一段 如果能够往生进土 你就不再六道轮回 所以就不会胎生 如果还在胎生 就是六道轮回 生死不绝 现在你能够修大势至菩萨观 逢势至至光之者 常有妙土 永绝胞胎 其时往生比进土 三界四身一时顿舍 一往生 三界六道里面的四身 全部通通顿舍 全部是莲花化身 所以现在呢 是约人胎去说胞胎 原造临知律师也这么说 不处胞胎等者 脱缩婆苦 生佛净土 宝连孕子 永绝胞胎 法常等师也是这个意思 或胞胎者呢 是三界劳育 用整个三界 不是胎生而已 是整个三界来形容胞胎 所以礼战 圣导大师的礼战 流浪三界内 慈爱入胎欲 那么胞胎另外一个仪式 还可以讲 疑获胎生 这个比较扩充性的解法 这扩充的解法 所以谨心解释 不是只是离胎生的那个胞胎 亦乃远离花胎之胎 就是编地移成那种花胎 这样叫不出胞胎 这是比较扩充性的解法 好 回到九十四月最后两行 从此观成以下 证明总谍二生便观成像 那这就是第十三观 所以呢你看哦 经文是什么呢 此观成以名为巨族观 观世音大四字 这样叫做总谍二生 明明只要总结是观大四字就好 为什么要把观世音也加进来 这个我们就要研究一下了 请看讲义 总谍二生这一段 引用的是妙中超 经文是名为巨族观观世音大四字 以二菩萨唯有顶上画佛宝品 两种有义 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 余相皆同 同义分明 这样叫做巨族见 巨族观 巨族 同时看清楚 大四字跟观世音的不同 也同时看清楚 这位两大菩萨的 这个像好庄严 有这个意思在 所以他的巨族观 把两个菩萨同时列举出来 两尊菩萨同时成就 但是不同处也同时看清楚 所以原造的义书也这样写 从顶至足总摄身像 这样叫做巨族 所以我刚刚解释 巨族就是整个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所有的身像庄严全部看清楚 所以文蝶二明固之双结 两尊菩萨 同跟义都看清楚 同的部分就是所有的身像庄严 传统记也这样写 此二菩萨悲至一双 不相离故 悲观世音菩萨代表 至大四字菩萨代表 同住弥陀佛化疑 所以结语的时候合在一起 合以叠结 正观记也说 金中双叠者 以二大士聚佛的士者 气泪同故 所以我觉得他这段解释更好 代表悲跟智 除了巨族观两大菩萨的 这个相好庄严 同跟义之外 还同时了解一个代表悲 一个代表智 这样叫做巨族观大师之观世音 好最后的这个课本 最后两行 赞导大师的一个赞叹 师乃士智威高 作谣他国 现在终于了解 为什么叫做作谣他国了 能使分身云集 言法立身永绝胞胎 常有法见 上来说有13句不同 广解士智观境 最后那个常有法见 看一下注解 经文就是那一句 常有诸佛静妙国土 在玄壮大师的阿弥陀经的另外一个 译本称赞净土佛社寿经 里面有这一段经文 若诸有情生彼徒者 生到极乐世界 皆不退转 必不互堕诸显恶去 也不会堕到边地下界 下界灭力车中 灭力居中 常有诸佛亲近国土 所以阿弥陀经里面有这一段 常有诸佛亲近国土 苏圣行愿 念念真净 决定当政 阿弥陀佛三百三不提 所以是另外一个经文在这边 那再来 摩尼曼陀罗尼 咒经 这个比较特别 如是人者 世世常有诸佛净土 不入胎阴莲花众生 乃至成于五等等道 常不理为理诸佛菩萨 天清菩萨的金刚先论也说呢 菩萨众生佛净土四个 前面已经了了解释 体同用别 此世民虽义皆依真如固有 离真如法界 有为虚妄法中 为更有此世法可见者 非是菩萨 若解不亦真如 而见识者 叫做真菩萨 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 常有诸佛净妙国土是经文呢 为什么圣导大师要讲常有法界 所以后面引用这一段 只是要让大家了解 诸佛净妙国土没有离开真如法界 只是要证明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菩萨佛众生净土 其实是体同相别 你能够了解 这些不同的差别像 其实就是法界真如 这样叫做常有法界 引用这一段 只是要证明这件事情 就能够震入一真法界 以上是大师之菩萨观 结束 下礼拜就进入了第十二观 第十三观 今天将到这里 在这个发行之下 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解放 我 看到 柠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